本節目嘉賓內容純屬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記錄5月 香港黑暗 903獨立調查委員會 歡迎你收聽903獨立調查委員會 你好,我是今集的調查員,阿強 2020年5月16日 反修例運動由去年6月至今已經第11個月 因全球爆發疫症,曾經暫告一段落 但隨疫情緩和,大眾焦點也回到街頭 近日有網民響應呼召 於過去的週末開始,經歷母親節等日子 進行多個和理星等抗爭運動 令街頭上漸現人流 同時也令警方調派更多人手巡邏 引起多場警民衝突 包括海港城50個警員遺報 當中截查一名13歲的學生記者 旺角Moco商場發放胡椒球彈 令多名市民包括一個嬰兒身體不適 最大規模周圍母親節的夜晚時分 在彌敦道一帶的200人大搜捕 鄺俊宇議員被捕 混亂中警員和記者更加發生衝突 令香港重現令人難以忘懷的一個黑夜 自限聚令推出以來引起廣泛關注 近日由限四人活動擴展至八人 依然出現令人爭議的執法 面對新法例的衝擊,市民需要更多知識保護自己 今集的上半部分先請兩位曾經身處旺角現場的市民 分享他們當日的經歷 而他們的遭遇都有所不同 先有前學民思潮成員 亦因去年營救理大一役 而揹起了暴動罪在身的王子穴 上星期的週末五六日都有不同的示威活動 當時的你遭遇到什麼事情 其實我覺得上星期是 特別是星期五立法會內會的事情 激起了很多人的憤怒 大家都覺得應該要做點事 所以慢慢的氣氛延續到星期一 剛好有沒有親節 然後又有很多區的一些活動 那時其實因為我始終知道自己 都背著一宗案件在身 都是暴動罪 都未必可以走到很前 但那天我跟男朋友兩個人 就有下去看一看 本身自己也有一些事情要做 好不幸 也沒想過突然遇到會被人告限聚令 因為一來我身上什麼都沒有 打算去買東西 二來我真的只有兩個人 你總共每一件事都違反到限聚令 當時你在做什麼呢? 當時我是經過豉油街 本身打算去對面街買一些東西 突然看到警察追捕一名市民 當時我在封鎖線的外面 想進行一個攝錄 紀錄當時發生的事情 當他們抓了封鎖線之後 他們向在場的所有人警告 說你們現在是違反限聚令 他們見到我可能拿著一部電話 指著我們兩個 說你們兩個幹什麼 然後把我們兩個人拉進去封鎖線裡 然後說我們兩個人違反了限聚令 其實當場是有很多其他人 我不是說你要拘捕那些人 而是如果你違反限聚令 你沒理由只是拘捕兩個人 四個人其實兩個人都已經不違法 現在還要是擴展至八個人 首先為什麼找了你去封鎖線呢? 其實我不覺得是因為認得我還是什麼 我想他們純粹可能情緒有點失控 而剛好看到有鏡頭對著他們 可能很覺得我們是針對他們 或者做些什麼 但其實事實上 他們覺得是沒有任何 即我連喊口號或者想做任何止賣動作 什麼都沒有 更加覺得整件事是更加荒謬 而且最荒謬是他拉了我進去封鎖線裡的時候 其實他突然跟我說 我要你證明你現在手上的電話是屬於你自己 那我那一刻就真的呆了 無端端證明我現在身上的衣服是我自己的 這些東西是你沒有合理證據的懷疑之下 是完全說不通的 但他也沒有嘗試用一些道理去說服我 只是一些大聲甲惡 一些退狀 但是我自己知道這個是我本身有的一個權利 而我根據他們以往做的事 其實他們是會對一些被捕人士 就會去看他們的一些記錄 或者去黑他們的電話 就是過往一年的反修理運動裡面 你都看到很多 最後怎樣解到衛 最後走 我想他看到一些可能的樣子是類似我的東西 再加上有其他警察的調停 那就解圍了這樣 但最後他也是告了我們兩個人的限聚令 違反英國 另一位市民就是一名年輕的抗爭者 也在母親節當日曾經面對過警員的折茶 但結果就有點不同了 注意以下聲音經過特別處理 近期這幾次的一些街頭行動 你參與了哪幾次呢 是從上次母親節那次 之前就每次都有出的 前幾次行動每次都是 基本上是沒有人去的 抗爭是沒有會做blacklock去 就算出都只是會做街坊那些 其實成效都會有的 不過不帶 還有要懂得散水 你唱完一鍋之後 你被人罰二千 其實不值得 有被人抓 那你母親節那兩天 你是去了哪裏的 講一下你見到些什麼 本來那天就是想去尖沙咀的 見到TG Channel那裏 那些人開始說去旺角那邊 Moco的商場聚集 但去的途中都說 開始散了 搞不好那些 接著就直接轉到旺角那邊 沿著尼敦道附近那些街 看看哪裏有手足 有一個位是我和我的朋友 是見現在都沒有手足 我們又跑了出來去吃了個飯 那樣 接著就吃完飯的時候 走過一些警察的防線的時候 就被他們 無緣無故 我不知道為何他們會懷疑我們 我和我的朋友一起被人擠 我已經聽過很多次 他們就會嚇你一些 說 認得你呢 我有看新聞的 在直播見到你 這些 無奈 他們自己都知道 根本就不是事實的 都要說出來 真是 不知怎樣和他們溝通 他問我 拿下我的地址 然後說 逼遠無奈 因為都想快些完事 就給他 反應給不給到 他都不會理 他純粹會嚇你 他就會說 你今晚很快點閃 我已經抓了你一次 當給一次機會你了 你再被人抓到 就直接抓你 說你在那裡遊蕩 很多都是純粹嚇你的說話 你當時是幾個人在一起的 你當時 我們有四五個 他折裁的時候 好像不知道我們是在一起的 現在警方就經常用限聚令 來做一個檢控 當時有沒有想過 會觸犯這條限聚令呢 結果無緣無奈 都是放了我們走 他都是兇的 但是當時沒有說 怕被人罰二千元 被人罰二千元 其實都怕的 被人折住 當時我心想 是否終於到 我自己要交二千元 都有想過 但是想不到 最後還是沒有給 不知道為什麼 怕就怕的 不過我們會 因為我認識得多 都是一些比較年輕的 學生那些 二千元對我們來說 都真的 不是一個小的數目 所以都怕的 不過我們 最先考慮的 通常都不會 被人罰限聚令 我們會想 就是被人抓的時候 我們會想 被人進入警局之後 會被人怎樣對待 那些 當被控違反限聚令 真實的情況又是怎樣 再聽聽黃子瑜所說 其實正常 而我所知 就是他會 首先會拉到你一邊 然後他 有機會會對你 進行手心 或者可能會 看一看你的袋子 裡面有什麼物品 我覺得他某程度上 其實不知道 覺得你是違反限聚令 其實他已經是 一個政治上的針對 他覺得你在參與 一些非法的集結等等 然後他就會 因為 因為罰單 他會需要 填寫你的幹字 他就會 拿你的身份證 還有 寫下你的地址 聯絡電話等等 這個也是 之後那張罰單 上面有的資料 最後他把罰單 都會給你 然後就會 根據罰單裡面的內容 21日之內 就要去 加一個罰款 但其實 他就沒有特別的解釋 因為我相信 警察自己 其實都 不算很清楚 限聚令的內容 如果他們真的 這麼清楚 其實我相信他們都不會 做多一些這麼荒謬的事 那罰單的內容 譬如21日之後 要去交錢 是怎樣交的呢 Option A 就是去交錢 還有什麼Option B 如果你不願意的話 其實就是 應該向法庭去 進行這個申訴 到時就會 應該是排期 就遇上這個法庭 去進行一個 簡單來說就是 跟官講 就是有一個抗辯 但是 我現在還在跟律師談 所以就沒有開始這個程序 去進行 本身 我覺得限聚令 這件事 就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它可以是一個好的政策 就是它可以 真的為了防烈的工作 但是 你看到現在香港 其實它的限聚令 很多時候它發告票 就只限於一些 叫做一些示威的演場 才會有這些告票出現 而且平時可能其他 例如高官三五成群 這樣下區去巡邏 你看不到他們 會有這些告票的情況 所以其實很明顯 它已經不是一個防疫的目的 本身其實對於這條條例 其實是有一個根本性的懷疑 就是貧上 其次就是 跟著它現時 就算根據 我真的相信它這條條例 是合法 我也都 看不到自己有任何原因 是違反了 我相信 大家其實都看到 現場的情況 也都不會明白 為什麼會告我 所以為什麼我會 最後覺得 我一定不會去 枕巡 這個最簡單 就是根據它的罰單去交錢 面對這條限聚令 萬一真的被當街截停 有什麼真的需要注意呢 2000元交還是不交 又可以怎樣上訴呢 我們諮詢一下 陳惠元律師的意見 首先在街上 如果被警察示意 說你違反限聚令 當時那一刻 應該怎樣做呢 首先千萬不要 給警察機會 去再進一步 放其他罪名在自己身上 例如說多一件事 說你非法集結 跟著 手有些動動 手指指 跟著它再碰過來 跟著就說你襲警 它能開一張告票給你 你說什麼 它都會繼續開下去 所以其實 就有點像 球證判了一張王牌 來跟它爭無用 要小心這件事 要留意 第二件事就是 我們收到這張傳票之後 我們要看清楚 究竟上面寫的時間 地點 各方面的資料 是否正確 因為當如果 出告票給你的人 寫的東西本身是錯的 那對於日後 我們如果選擇抗辯的話 那是對我們 需要留意的地方 而收到這張告票之後 其實我們是有時間去考慮 是否作出抗辯 如果不是 我根本沒有犯錯 我四個三個兩個人 完全沒有犯這個限聚令 但我被人冤枉的 那就自己去考慮 究竟是否抗辯 我們抗辯是有我們的權利 但你不說不理它 我們就必定會掉落 那個法律的陷阱 就是說你不理 那張傳票本身是另一條罪 就是等於我們抄牌 我為例拍聲 你不理它 你不告訴它 你不理它 是另一條罪 這個599G也是 抗辯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就要填好那張回條 講清楚 我們將會去抗辯這張傳票 我們不承認責任 寄回去有關當局 之後就會是一個審訊 跟打一個正常的官司的程序 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仍然是控方 即是告你的人 出庭 給證供 告訴法庭聽 當時去見到些什麼 為什麼要給你這張傳票來 那我們就去抗辯 告訴法庭聽 不是這樣 如果當日你們有傳媒的影片 拍到的 那就非常好 再配合控方 究竟的證據 是否有說服力 還是原來真是很弱 接著我們就去打一場這樣的官司 抗辯要留意 因為抗辯是有風險的 風險是如果輸了的話 那就不是罰二千了 可以罰二千更多 甚至配數 如果法官最後選擇 是相信對方 我們到頭來 法官是有權的 要求我們陪伴 給檢控我們一方的 當日審訊的行費 那裡都是一些金錢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 大家要考慮 這個我明白香港人很忙 但以前說 當如果我們香港人 遇到這麼多不公義 是很煩 但我們久而久之 習慣了用金錢去避麻煩 我們強究下去 我們公義的線 就越拉越低 他帶來不公義 和其他濫用條例 濫用其他權力去拘捕 那個原理是一樣的 對於香港人來說 二千元 在今時今日 這麼困難的經濟情況 如果他真是非常之好 沒有能力自己處理的 事實上 我們很多同事 我們很多隊友 都是幫助不同的朋友 罵這些受欺壓的一群 找律師幫忙 因為有很多義務律師 很老實說 如果你問我 義務律師仍然會樂意 在他們能力範圍以內 怎樣都想做到 因為點點而不公義 這個我們仍然是不可以接受 願意的 還是找義務律師去思考一下 如果大家是有心去申訴的話 其實我覺得都是一件值得做的事 雖然看來可能他只是一張佛誕 但其實中官來看 其實是一個很荒謬的政策 或者執行得一件很荒謬的事 其實有接觸到一些手足 現階段和律師在談 如果是有意去進行一些申訴的手足的話 其實可以跟我說和聯絡 因為我都會嘗試幫助他們 如果是有心想抗辯的話 我都一定會樂意去幫忙 當示威浪潮重臨 除了警民衝突的情況受到關注 其實還有另一種衝突 同樣站在最前線的還有記者 節目下半部 有行邀請到一位主流媒體的前線記者 益術上星期所目擊的示威現場 你和我們分享一下記者工作所面對的問題 注意聲音經過特別處理 我是一個傳統媒體的前線記者 都入了行大概五年 近這差不多一年 香港發生的事 大部分都有親身經歷過或者採訪過 從五月開始 都做過幾次 周末的活動 例如在商場 他們和你星的活動 最近就是 母親節那天 在旺角一連串的情況 除了商場 就是街頭 都有去過 其實無論是否疫情都好 留意到有一班人 是很堅持 很想 有一些抗爭活動 無論是商場 或者街頭 只不過是這一輪 真的看到疫情是比較緩和的時候 那 就有更加多人響應 或者有更加多人 覺得風險沒那麼大 就開始出來了 的確是有少少回來的趨勢 但又未去到很大型 始終有些限聚令 或者都有人擔心疫情 所以都沒有出到能力 過去的周末 你在哪裏採訪 你的位置在哪裏 其實我那天 一個下午就走了幾個地方 首先是佐敦 本身就因為有人說 想在佐敦起步遊行 最後就沒有走到 就轉了去旺角新世紀商場 那裏就聚了幾百人 開始就唱歌 喊口號 都是回去的 開始有些人希望 有多些抗爭活動 有人就說 既然我們聚了幾百人 商場就大叫了 那我們不如走出來敦島 當商場有人大聲號召 防暴警察已經是 立即衝進來 進來的時候 大家又四散 然後中間 開始有人 在高的樓層 扔掉下來 這些就比起 過往一兩個月 就少見一點 有人比較正面 和警察衝突 然後警察又射回胡椒蛋 整個商場都 聞到那股味很刺鼻 好像你們見到 說有個小妹妹在哭 大約就是那個時候 因為 他可能射一顆兩顆 胡椒蛋 但是 他那些 蛋上面的 粉末 是會四散 你當是胡椒噴霧的粉末版 他地下射上來 我們三四樓 都會聞到 飄沙眼淚 夜些就是開始旺角 有幾分鐘 有人出了去倒路 在彌敦道 但是很快就清場了 之後僵持了一會 就去到夜晚 就是真的 在直播 大家看到 那些記者被人扣留 中回招 等等那些情況 你身為前線記者 就是 很多時候都要面對 這一類型的衝突 是嗎 都是的 每次知道有這些活動去做 我們要戴上一些 裝備 頭盔 顏罩 珠嘴 反光衣等等 都慣了 可能 星期五下班 我就要執定一套裝備 預算星期六日上班 就用 做完兩天 又放下一些裝備之類 之前 社會運動最高峰期的時候 又不動 那時候真的 差不多打仗 你又覺得 現在這次出來的運動 跟以前比較 記者身份來看 又有什麼分別 你覺得 我想我們更加容易成為 磨心 因為 在前半年 街頭 你可以說 大量示威者 和警察 當然是很激烈的衝突 我們都會受傷 或者牽涉在裡面 有時候 但是 我們可能 還有機會 抽身去 觀察 但是 反而這段時間 就是 我們做磨心的機會 多了 警察相對上 是多了 部署 但是 示威者的人數 是少了 他們的策略都轉了 不再跟警察 正面 衝突 警察進來就走 快閃的情況 多了 變到進來 很多時候 警察一進商場 警察都要記者 他一進來就看了我們 然後 示威者可能就走了 警察很自然 目標就放在我們 有些前世警察 會覺得 是否你們放水 為何我進來 他們就走到 又或者 有時候 真的進來 一個時候 一直都沒有 可能他們有些敵意 就會出來了 可能罵你 也會有些行家 一不住口罵他 就會有些口角 甚至有一件直播的衝突 正常的時候應該沒事的 因為我們 不會搞到警察的 有些情況就是 可能 要拍攝 或者我們做事的時候 他們又會覺得 我妨礙他 對他們來說 越少記者是越好的 無論是人群管理 或者 所謂 少一支鏡頭拍他們 他們都覺得舒服很多 不是說他們在抓人 或者怎樣去使用武力 就算他們站在這裏 戒備也好 都感覺到他們 是不想這麼多鏡頭 對著他們 例如在上個星期 大家都見到 曾經在商場 有便衣鏡 就無端端噴胡椒噴霧 也都在旺角街頭 看到有槍很近 這樣對著一個鏡頭 我幸好就沒有被人包圍 或者叫人被迫跪低 那一批 但是 很多時候我們在現場 就是他們 基本上 就當你是跟示威者 同一伙 語氣很粗暴 跟你說話 這些就是基本的 另外 有些激烈一點 就是可能 他想你去某個位置拍 除了渴你之外 就推你了 有盾的又用盾推你 很多時候就是 在一個充滿敵意的環境之下 去工作 我看過就是 可能有時候有行家 真的問他 你叫我去那麼遠 我怎麼拍 你質疑的一些決定 他就會覺得你挑戰他 那他可能 立即就 滴那個叫子 在那邊說 不好意思 我要截查你 開你的袋 查你的證 當然 九成九都不會 拘捕你的 但是 很多時候就製造很多 麻煩給你了 很多人都是關注警察用這個限聚令 那個執法公不公平 你又當時見不見到 有些不公平的執法的一些例子 有沒有些行家或者記者的人 會被他用限聚令這個條例來罰 或者是警告 我見過就是他罰過一些 可能是網媒或者學生記者的 他們針對一些新媒體 見過 用限聚令去告他們 但其實他們都是 可以這樣說 是運用基本法 給他的新聞自由去採訪 無論他是傳統媒體 還是網上媒體 大家做的事是一樣 只不過個表達方式不同 但是警察是會很嚴厲地針對他們 我的觀察就是他們很喜歡用 限聚令對他們來說 可以說是好用 因為那個入聚的門檻都很低 他們基本上是不用做任務後續的手續 因為如果你拘捕一個人 回警署 那是有很多程序要處理 未來48小時 很多事情要處理 限聚令來說 是最簡單的 因為他發一張告票 就好像你開車出牛肉桿 我們最常在現場聽到就是 你有什麼跟我的官說 現在有些警察的解讀就是 總之你共同目的就罰錢 我不管你認識不認識 我不管你是否站在一起 無論那一刻合理還是不合理 對市民都有困擾 而記者身處這場運動 是一個中立的角色 不過他們同樣面對著 新聞自由被衝擊打壓的問題 對於記者傳媒的角色 你又認為有什麼需要爭取 有什麼改善的空間呢? 首先是警察方面 因為警察在一個示威現場 他是有最大權力的一個持份者 他有發例給他的權力 也有武器 也有多人 我想他們首先就是 返回他的初心 就是警察通例裡面都有寫 警察在現場執法的時候 就是要便利在場傳媒採訪 可能最近很多人提到很多方案 又有什麼工作守則 發牌之類 但是我覺得 手握公權力的警察 可以回到警察通例去看 既然都寫明要便利傳媒採訪 而他們也不是沒有的 他們有所謂傳媒聯絡隊 你們做回最基本的工作 給我們一個流動的空間去看 而不會可能和你們有衝突 我覺得已經足夠了 警察很多時候 他們的批評 或者他們不喜歡人多 他們覺得很難管控 所謂假記者之類 首先我們沒有假記者 因為在香港是任何人都可以做記者 你可以穿一件反光衣 如果你有一個機構 你有一張證給你 你可以下去 的確是 因為這就是所謂採訪自由 你是一個普通市民 你走過 其實你是有權 去拍下現場的情況 涉錄之類 不存在什麼真假記者的問題 所以 責任就是 警方要協助傳媒有效採訪 就是最簡單 和最直接有效 處理大家關係的方法 還有另一件事就是 那個心態 究竟警察當記者是什麼 大家看直播 或者你們都聽不少 如果他們在現場罵記者 或黑記者 等等 慶則就是可能 罵你 或者真的 再不然就拿大光燈射著你的鏡頭 這些又是警察通力中 所謂便利採訪呢 希望警員放下這個心態 日子月接近6月 大眾預料 另一波反政府示威浪潮即將爆發 換句話說 香港人需要有心理準備 面對一個又一個 類似的香港黑夜 有時候我們會有可能對運動會有很多的批評 可能會捉鬼 或者覺得今次的行動做得不夠好 我覺得批評一定是重要 但是你批評的同事是有一個謙虛的態度 還有你是尊重而且為了這件事更好 五大訴求裡面 當然我覺得是權一不可 五國裡面一個都不可以少 但是其實最大的問題 從根源來說 都是在制度的問題上 就是有兩制這個系統在 抗爭其實一直都沒有停到 我覺得希望大家記得自己 當初我們出來運動的時候 我們看到大家互相幫助對方的心情和意志 希望大家真的有一個絕境反撲的決心 在降臨的黑夜 每個人都需要做好準備 一場疫症 鍛鍊到我們的謹慎和忍耐力 但不久的將來 我們需要的是 無比堅強的心境和意志